第十五集 如意为一母报仇 朱一为非一时朱姬将调查到的信息传信给朱一为尊上嘉陵 随后让属下随他前往刘家庄确认寄给玉郎的信 听到属下打探来的消息 他猜测如意可能已经和吴国使团在一起 怀疑有人固步一阵让他们朱一为中了连环计 使团一行入驻河县驿馆 如意向天路借用了雷火坛准备去和朱一为赴约 宁远州担心如意安危打着去弥山镇买药的名义顺便送他一程 杨盈即将踏入安国内心不安 在于十三的建议下去当地土地庙祈福 他独自祈福祈愿此行前去安国能顺利救回皇兄 也希望宁远州和如意等人能两情相悦 更期盼情郎郑青云能万事顺意 杨盈正在思念郑青云 不想郑青云就出现在面前 郑青云外出半岔 因为有假期刚好可以赶来见杨盈一面 于十三等人发现郑青云行踪 得知他是杨盈情郎将其带回驿馆 杜长立本以郑青云窥探殿下行踪之最想将其押回京都 杨盈强势阻拦 还表示自己甘愿出使一方面是为国为民 另一方面便是为了郑青云 皇后萧炎曾许诺自己若是出使顺利归国便可婚事自主 而郑青云表示自己选定的驸马 在杨盈的坚持下 杜长使只能饶过郑青云 让他在使团离开驿馆后自行离开此地 原路于十三护卫殿下布州 致使外人轻易接近殿下 前招待宁远周伐二人报时之行 几人聊起郑青云的底细 都怀疑此人有问题 前招命人去巡视周边 于十三也派人盯紧扬营 怕两人闹出事毁了殿下清誉 宁远周陪着如意前往河县 他担心如意安危想要陪着他一起前往清风关 如意表示内力已经恢复九成 对付几个朱一卫毫无压力 而且如意也担心宁远周暴露身份 对使团不利 只好催着婆婆妈妈的宁远周 尽快赶往弥山镇购买药材 宁远周只好妥协表示自己买完药后 在刘家庄附近等着如意一起返回驿馆 如意独自来到清风关 遭遇朱一卫埋伏暗杀 他一时不慎中了对方毒针 朱基逼问如意身份 如意假装不信任朱基 表示堂堂非一使出卖整个吴国分部 消息如果泄露出去指挥使的位置 只怕都保不住 朱基认为如意不配见尊上 如意确认泄露消息之事与指挥使 朱一卫左右使有关后 果断出手拿下朱基 朱基为了保护家陵服下剧毒 临死之际表示自己已经派人抓走如意一母欧阳氏 如意发出朱一卫的活语令 朱基手下得知后都赶来清风关支援 朱基手下以欧阳氏性命威胁如意停手 可一母欧阳氏为了保护如意性命 选择自尽于对方见下 如意悲痛之下大开杀戒想要将所有前来的朱一卫尽数杀 失去理智 只好打晕他直接将其带走 杨盈故意买通内侍桥庄出来见郑青云 郑青云深情款款的以思念为由想要占有杨盈 却不想一管突然失火遭遇刺杀 六道堂的人忙于对付匪徒 郑青云则趁机以逃命为由带走杨盈 次日如意埋掉已经去世的义母 虽然如意与义母相处不久 但是平心而论义母欧阳世带自己胜过亲生父母 宁远舟陪着如意一起祭拜欧阳世 两人回城途中 宁远舟表示 昭洁皇后临终前希望如意能有个自己孩子 其实是希望如意能忘掉朱一卫 忘掉复仇拥有自己的新生活 昭洁皇后知道如意对情感一知半解 但又不希望如意不自己后尘 爱上不该爱的男人 所以才会留下那样的遗言 宁远舟表示自己和昭洁皇后一样都希望如意后半生安乐如意 她身为六道堂的人 前半生都充满着刺杀 阴谋 她了解如意的痛苦 如意也了解她的无奈 所以她更能对如意敞开心扉 她一开始拒绝如意是因为害怕此行安国九死一生 而如今却不忍自己和如意一生孤单 第十六集 杨盈亲手杀死郑清云 杨盈随着郑清云逃出后想要重新返回去找回使团 但是郑清云表示孙朗等人怀疑自己与盗匪是同伙 她才打晕对方带着杨盈逃了出来 杨盈还是执意回去 郑清云故意露出身上伤口让杨盈心疼 郑清云还特意许诺这辈子都会对杨盈好 趁着杨盈同意嫁给自己为妻 她再次想要侵犯杨盈 杨盈推开郑清云 表示两人应该光明正大的明媒正取 而不能无眉苟合 可郑清云色迷心窍 执意不顾杨盈意愿 袁禄赶来拿下郑清云 可郑清云反而趁袁禄心疾病发之际刺伤袁禄 强行带走杨盈 宁远州和如意返程途中看到袁禄的马 意外发现袁禄受伤 杨盈因为郑清云出手杀袁禄 让自己成为叛国之人而对他万分失望 杨盈执意返回救袁禄 郑清云则出手狠心要杀了杨盈 幸亏宁远州赶来救下杨盈 郑清云看到宁远州本想逃走 却最终被宁远州和如意拿下 如意给袁禄包扎过伤口 确认袁禄并未性命之忧 宁远州想要从郑清云口中审出黄金失踪一事 杨盈跪求宁远州不要杀了郑清云 宁远州指责杨盈不该为了郑清云这种卑鄙 小人卑躬屈膝 如意告诉杨盈此前郑清云对他下了杀心 这让杨盈对他彻底失望 如意出手审讯郑清云 得知盗匪出手盗走黄金 而他出面带走殿下 两边各不相干 但三天后在唐家镇会面 而所有一切都是丹阳王幕后之时 杨盈得知丹阳王许诺事成之后 郑清云不仅有驸马都未知之 还可坚韧尽卫的护兜将军 眼见杨盈放弃自己 郑清云再难掩饰自己的卑劣心计 他指责杨盈忘恩负义 水性杨花 更侮辱杨盈悲剑被人瞧不起 杨盈气怒反驳 郑清云本想挟持杨盈离开 杨盈悲怒之下反手杀了郑清云 杨盈被欺骗感情下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倒 宁远州和如意将其带回驿馆 为了不让和谈再起波澜 宁远州等人商量要尽快找回黄金 几人分析丹阳王手下带着黄金可能会走的路线 分别行动前去搜寻消息 最终发现丹阳王分派两队运送了千金重物 宁远州等人无法分辨哪队人马运送黄金 最终还是原路赶来凭借经验断定运送黄金的路线 应该是前往渡口 确定了黄金路线 宁远州等人成功在渡口下游找回黄金 宁远州审完盗匪头目 确认丹阳王并未想要杨盈的性命 只是想要盗走黄金组织洋营去安国 宁远州承认无论是丹阳王还是张松都比安帝更懂得治理国家 但是六道唐王子的兄弟还是需要安帝来洗刷冤屈 所以他们才会答应营救安帝 宁远州很抱歉和如意刚在一起却没时间带他出去看看花草 他承诺等使团的事情忙完后 两人可以去一个只有两人的地方 一起种花种菜 一起做饭钓鱼 于十三告诉宁远州 安帝派来的尹晋使和安国红卢寺少卿范冬明得知李王生病特来探望 他们执意要亲眼见到李王殿下 宁远州出面拖延时间 尹晋使李同光看出使团真正做主的人是宁远州 他表示自己和李王殿下地位相弱 如若李王避而不见 便是对大安无礼 如意安排好杨盈后 让于十三暗示宁远州带着尹晋使前来见杨盈 section 字幕志愿者 李王避而不见 الذ案子 às сложно 移民 章